一百二十二年前的人就是吃這個油條當早餐 一百二十二年後的我也是吃這個油條當今天的第一餐 喔 它這個槓炸起來是屬於比較麵包感的油條 它吃起來我覺得有點像那種可頌 那種一層一層的那種起酥的麵包感 它比較不像是一般我們吃到那種脆脆的油條 不會到真的很油膩 可是你還是吃得到那個油 但因為我們是早上第一批 我覺得它的油是新鮮的 它也沒有任何其他就是不好的味道 它這個麵粉香氣非常的濃非常的濃 哈囉大家好 又是我 耶~~ 你小聲點 嚇很早你不要 我成績了 我不錄了 我不錄了 我們今天呢 我們精選 全部的店一定都是百年以上 然後加到一千年我們才要停止 所以第一間我們就來到保安路上面的百年油條 那是三代的啦 三代的 你不是四代的嗎 民國前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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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吃起來我覺得有點像是那種可頌 那種一層一層的那種起酥的麵包感 它比較不像是一般我們吃到那種脆脆的油條 不會到真的很油膩 可是你還是吃得到那個油 但因為我們是早上第一批 我覺得它的油是新鮮的 它也沒有任何其他就是不好的味道 它這個麵粉香氣非常的濃 非常的足 現在冷掉開始慢慢有點變酥了 這條多少啊 15塊 15塊6塊 這大概小漲價好像12塊而已 然後你也可以買他們的老油條 老油條比較貴一點點 麻辣鍋最不能缺就是老油條 今天第一間很滿意 又是百年了 感覺我對今天充滿了希望 還能處處百年啊 阿姨會說 挖粿不能吃熱的 一定要吃冷的 因為熱的還會比較沒那麼Q 一圈 欸 會耶 我在炸鈴的時候 大鈴就講過這句話 你講過一模一樣 它有蛋黃耶 它蛋黃很大顆 看起來是重口味 可是我覺得它吃起來沒那麼重口味 它的挖粿就是 是有米香 然後沒有太多的調味 你吃進去之後 你擦中間一點呢 那個蛋黃呢 非常綿密 然後 它幾乎已經就是 化在那個碗粿裡面了 它只是 可是它的香氣 非常非常的整 而且它有香菇喔 你看 它有裡面那麼大塊肉耶 它有肉燥 然後也有這種一塊的肉 喔 它味道好吃耶 所以我想問一下你們 這已經150年了 對 他們這次有 入選那個 米其林 哇 有米其林餐盤耶 我們小孫典 恭喜 鼓掌 欸欸 鼓掌啊 鼓掌 你可以看到它的料超級多的耶 栗子 然後裡面的 肉 香菇 它每一個都是給的 那個紮紮實實的 然後切開來就是料 那底下這個應該也是肉汁吧 肉醬 醬汁還是用肉汁是最大的 因為你會覺得 它跟肉粽是一體的 完全不會有違和 它的飯粒吃起來是比較Q彈的 不是那種很黏的飯粒 然後因為長糯米 因為它是用長糯米的 然後底部的話呢 它因為西部的糖質 所以比較濕潤 這個飯呢 是連那種老人家小朋友 都可以吃的飯 你每一口都是不一樣的鮮魚 欸欸欸欸欸 哇 你想要吃這滷肉 對啊 喔 喔喔喔 它是Q的 是可以咀嚼的肥肉耶 你好煩 它蛋黃外面也是Q的 然後裡面的飯箱好香喔 有肉燥那邊好好吃喔 對啊 肉燥那邊還不錯 很厲害耶 而且我覺得它的口味 算是比較中間 不會太濃 這也不會太太淡 再幾?超過100了喔 哇 超過100ş 1886年 對 1886 所以他開幾年 136 這什麼 這水晶腳 他跟我認識的水晶腳長得完全不一樣耶 他其實肉包已經賣完了 已經賣完了 然後只剩下水晶腳也快賣完了 好險我們來得早 有搶到你知道嗎 他很大的肉塊 他的皮超Q 他完全不黏涼 他Q很像髒話罵完那種 有點炸過的那種Q感 有點硬Q的那種感覺 但他是沒有炸過的 他是用蒸的 他裡面的筍子超級滿 滿到一個誇張 然後那個醬油的甜味和醬油的香氣 我覺得還滿足的 他開了一百三十幾年 都還是堅持用手工做的 現在你還願意保留 就是手工的東西 然後遵從古法以前 長輩的那個年代 然後這樣子做 非常難得 所以你聽到的時候你會覺得 謝謝你 你吃肉包 他是蛋黃肉包耶 他裡面的肉是那種大塊的 肉塊感 他不是那種 絞肉的感覺 然後裡面還有香菇 單吃肉的話 對我來說 我覺得口味會比較重一點點 可是他混著蛋黃吃的話 我覺得會分散掉 然後那個蛋黃的香氣 就是混在肉裡面 我會比較喜歡 可是如果你是吃這種口味的人 你可能會喜歡這個肉包 阿門 開幾年阿? 百年了欸 一百多年了 一百幾 你記得嗎? 現在是我兒子在做第四代 第四代喔 百年老店 愛吃灰不知道的百年老店 欸它如果是民國前就代表它是 一百一十一年以前 它說是阿祖阿 它阿祖阿 第四代 如果一代大概做它三十到四十年的話 反正保守的估計一定是一百一十一嘛 因為民國前 對啊 它的肉乾 好有肉感喔 它雖然剛開始咬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像有點硬 就是因為它是比較厚嘛 可是你咬下去之後 它會越來越咬越軟越咬越軟 它的炭烤香氣在你一碰到嘴巴的時候 就出現了 非常明顯 它的調味呢 是甜的 可是不會到那種超甜的那種 原肉欸 它很像 你這樣咬起來超像黑哥的 它是有口感很紮實 然後越咬 肉香有沒有 而且它的口味不會調得非常的重 不會不會 和香反而非常明顯 這如果以台南來說應該叫做 無糖了 而且我很喜歡它邊邊這邊 有點焦脆焦脆的 很好吃耶